歌曲 李宗盛 歌曲 李宗盛 感谢主 让我再次有机会 这个荣幸 能够来到我最喜欢的 姜子翠教会 能够跟弟兄姐妹 一起分享神的话语 我们低头 我们祷告 耶稣谢谢祢 敬拜祢 赞美祢 祢是我们的主 祢是我们的神 祢是所以我们会坐在这里 大家在这个地方聚会 主我们要寻求祢的面 我们相信今天你的话语 要能够摸着我们内心最深处的需要 你要对我每一个人来说话 让每一个人都保足着回去 能够让我们这一个礼拜 满了你的恩典 满了你的带领 能够让你的旨意得着满足 谢谢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感谢赞美耶稣 我们今天要跟亲爱的弟兄姐妹 来分享的是 耶稣上了你的船 你就要开始得人了 不用害怕 你的生命会开始不一样 来 我们来看 这段经文 我们今天看的是路加福音这边所写的 其实马太跟马可 通通都记载了这件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应该很熟悉 就是得人如得渝的故事 来 我们往下看 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 众人拥挤他 要听神的道 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 打鱼的人却离开船 洗网去了 有一只船是西门的 耶稣就上去 请他把船撑开 稍微离岸就坐下 从船上教训众人 今天弟兄姐妹 耶稣这时候 他在加利利海附近 传讲神的大能的福音 好多人跟随他 他们发现这个人讲的道不一样 这个人讲的道跟文士 跟法利赛人讲的不一样 他们发现这个人 无论到哪里去 都带来盼望 好多人生命 其实已经没有盼望了 他们生活在一个很糟糕的时代 罗马人殖民他们 罗马人欺负他们 他们自己人 他们也有汉奸 他们是犹奸 我讲他们是犹奸 他们的犹奸也欺负他们 他们还有税吏剥削他们 其实生活在那里的犹太人 心里面是非常非常难过的 但是耶稣来 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 耶稣来告诉他们说 贫穷的可以得到富足 被捆绑的可以得到释放 有病的可以得到医治 这些是他们生命中 每一个人都需要的 所以他们开始拥挤他 耶稣无论到哪里 他们就跟随他 他们甚至认为 耶稣会带领他们革命 成为他们的王 他们脑袋瓜里面 有他们自己的计划 他们觉得耶稣应该要成就一个 像大卫一样的 这样子的伟大的事业 要把罗马人赶出去 这样的兄姐妹 上帝从来不会被我们的小脑袋瓜 给限制住 上帝很少按照我们的意思去行 上帝要让你看到 你的生命是充满了奇妙又奇妙的 众人拥挤他 大家都想在这里 听到神的道 让他们的生命可以开始不一样 看到盼望 看到他们的经济可以改善 看到他们的贫穷的生命 可以得到丰盛 看到那个病可以得到医治 看到那个孤单的生命 可以被人安慰 看到那个前面没有工作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耶稣可以为他指出一条道路来 所以众人就拥挤他 他们把握机会 耶稣好不容易来到这里 他们就要去听耶稣的道 因为听了道他们才知道 他们未来人生要怎么走下去 他今天有两只船弯在湖边 耶稣看到有两只船在湖边 因为人太多了 所以他就稍微要有点距离 所以他就选择了其中一艘船 但是其实打鱼的人 船夫已经离开船了 他们去洗网去了 确实他们都是晚上打鱼 白天洗网 白天就要赶快把网处理好 要不然可能会勾到什么东西 可能会揪在一起 他们要先把它弄开 要不然干了以后是很难处理的 打鱼的人已经去洗网去了 有些时候 我们关注我们事业的事情 超过关注耶稣的道 耶稣都已经来了 但是有些人还是选择先去处理 他觉得比较紧急的 他的事业的事情 他的工作的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祝福 什么才是真正的美好 你应该要去持守的 你应该要去把握的 你应该要去争取的 有一只船是西门的 耶稣就上去了 西门也可以说 耶稣你干嘛上我的船 但是耶稣上去了 西门彼得欢迎他 请他把船撑开 西门彼得这一次 他没有去洗网 其实前一天晚上 他也去捕鱼了 但是他选择留下来 其他的人选择去洗网 但是西门说 耶稣我们把船撑开 没问题 把我这个船当作讲台 我的船上应该要有耶稣 亲爱的兄姐妹 耶稣也在跟你发出这样的邀请 我可以上你的船吗 我相信我们当中好多人 你都已经让耶稣上你的船了 我相信你的生命的旅程 这一条在海上行走的旅程 开始是不一样了 而且充满了冒险 其实我们真的每一天 都像在冒险一样 你真不知道出去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耶稣说 我在你船上你就有平安 我在你船上你就有盼望 我在你船上你就有帮助 我在你船上你就有安慰 我在你船上你就有医治 请他把船撑开 稍微离岸就坐下 从船上教训人 出于神的话 也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好好地把握 我们早上有读经的时间 有QT的时间 还有承岛的时间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我们接下来什么 14天 不一样 一个多小时 每天早上来这边承岛 不容易 我看下一张 这个是我女儿 她小时候 我们就告诉她 神的话语非常地重要 这是写2006年 那一年她七岁 她到今天为止 她还在写读经笔记 她都在写读经笔记 她每一年 她一定告诉她 她从小学三年级 开始读神的话语 我们就说 爸爸妈妈每一年读一次 你也每一年读一次 所以她就每一年读一次 后来她发现 她读得比我们快 她觉得说 这样子 你们两个读太慢了 我不等你们了 她就说 我让你们 所以她一季读中文 一季读英文 她说 我让你们 看你们能不能跟得上来 感谢差美主 求神恩待 祝福我们的下一代 都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 都能够行走在神的道路上面 到老都不偏离 阿们 我常常去教会分享 我告诉他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最怕什么事情 发生在我们的孩子身上 你们可以想一想 我最怕我们的孩子 离开上帝 如果我们的孩子 离开上帝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只能够 不断不断地为他祷告 不断不断地求他 求神 让他能够回到神的家 他生病 神自己会医治他 他没有工作 神会为他开道路 我相信上帝都会做 但是我最怕的是 他离开了上帝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从小把孩子带到教会来 从小你自己让他知道 你生命当中最有价值的事情 是上帝 你知道我们的孩子 非常非常非常的聪明 因为他是遗传你的 阿们吗 大家都不敢阿们 真是谦卑的教会 亲爱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的孩子 他百分之百的注意力 都在你身上 所以如果你做决定 把神放在后面 把其他的事情放前面 他会知道 你跟他说 现在要起末考了 不要去教会聚会了 早上不要读经了 把握时间 好好的准备功课 好好的考一个试 荣耀你的神 我们有很多诡诈的方式 你不知道吗 等到考完试再读经 考完试再去星期六晚上的聚会 你的孩子会知道 原来有些时候 我们是可以把上帝放后面的 然后他就会把上帝 越放越后面 越放越后面 直到有一天看不见上帝 然后他有一天 他会到大学去 他可能在国外念书 他可能在中南部念书 他没有办法每天回家 你看不到他了 你再也不是他的遮盖跟权柄 你没有办法每天约束他 那个时候就真知道 你以前带领他的 是真的是假的 多少孩子在念大学的时候 就根本不去教会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你的孩子知道 你生命当中 最有价值的事情是什么 你每一次做决定 都把神放在前面 他就知道说 我的爸爸妈妈 认为这个事情最重要 我好像也应该要这样子做 因为他们不会害我 因为他们最爱的 除了耶稣基督以外 就是我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看下一张 讲完了 对西门说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下王打鱼 西门彼得说什么 夫子 我们整夜劳力 并没有打着什么 但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王 亲爱的姐妹 彼得是渔夫 我讲这个经文 其实大家都熟得不得了 彼得是渔夫 Everybody knows 他说我们整夜劳力 什么也没打着 他们是晚上打鱼的 这时候是大白天 而且他们在水浅的地方打鱼 不在水深的地方打鱼 水深的地方混水摸不到鱼 水浅的地方混水才摸得到鱼 西门彼得在讲前面这一段话的时候 这段话我把它切成黑色跟红色 黑色这一段 西门彼得在讲的时候 你想他脑袋瓜里面在想什么 耶稣 我是专业人士 我是搞IT的 我是做软体的 我是医生 耶稣 那个人已经多重器官衰竭了 没效了 还跟耶稣祷告什么 我们自己都有自己的专业 在你的工作上面 西门彼得说 我已经做过所有的努力了 没有用耶稣 你为什么还叫我把水开到水深 船开到水深之处 耶稣一听就知道你是外行的 一听就是外行的 在这个时间 两个外行 一个是白天 一个是水深 但是耶稣就是要告诉你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 在他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在他都是行新事 行奇妙大事的神 他就是要告诉你 你的小脑袋瓜 你的专业 你的框框 没有办法限制神的作为 神一次又一次 要打破你的框框 神一次又一次 要打破你的理性 神一次又一次 要把你那个硬脑壳 给拆掉了 重新再来过 让你变成一个更大的脑袋瓜 因为神要扩张你的境界 因为神要让你更大的信心 对他有更大的信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用你的想法 去限制上帝的作为 但以从你的话 我就下王 这个是彼得对这一位 站立在他面前 神的儿子一点点的信心 其实我们有些时候 只有一点点的信心 当你看到这件事情 已经不可能的时候 你那一点点的信心 支持你继续祷告下去 继续来扣上帝的门 继续相信 祂是那掌管一切的主 虽然我们好像 已经不太相信了 当你看到你的事业乱七八糟 当你看到你的银行里面 那个存款是零的时候 我很长一段时间 看到我的存款是零 每一个月我都要面对 那个贷款的压力 你知道吗 其实那个 每一天信心都在流失 每一天都说 上帝你的帮助怎么没有来到 你说你是那位 要帮助我们 拯救我们到底的神 你说天上的飞鸟 也不重也不收 怎么你都帮助飞鸟 不帮助我 一个月没有钱缴贷款 你说感谢赞美主 神我知道 你是帮助我的神 你硬着你的嘴巴 宣告说上帝是帮助我的神 第二个月还是没有 你知道你开始动摇了 第三个月还是没有 你就跟上帝讲说 上帝啊 也许我搞错了 你并不想帮助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是都这样吗 但是上帝说 反过来想 我们感谢主 你这三个月都紧紧地跟随我 你这三个月都还在依靠我 这就是信心 信心是怎么增长的 信心就是在你最有需要的时候 似乎看不到神的帮助 但是神依然在做那奇妙的事情 神说继续扣门 我听你扣门的声音真的是太美妙了 所以我想让你继续扣门 我最喜欢听你扣门 我要再多听两天 再多听三天 神说继续扣 继续扣 继续扣 你的信心就一天一天的增长 一天一天的增长 你的积耐力 你的信心的耐力就一天一天的增长 一天一天的增长 他要扩张 他要突破 耶稣是很可怕的 他每一天都要看到你的突破 因为他要你荣耀的生命 以后好去见他面的时候 神说孩子 这一辈子你真的没有白过 你的生命真的不一样了 像金金的宝石一样 进来 享受我为你预备的美好的产业 神要你得的是这个 神不要你悲悲惨惨的 戚戚凉凉的进到神的国里面去 然后神说 你的产业 那边有个狗龙 不是你的 求主帮助我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要给你的是荣耀的生命 阿们 求主帮助我们 但是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往 上帝会告诉你 该做的事情 依从他的话 你就下往看看吧 我们看下一张 他下了往 就圈住许多鱼 险些裂开 那个网都快炸掉了 变召呼另一艘船 船上的同伴来帮忙 他们就来了 把鱼装满了 两艘船 一艘船还装不下 甚至船都要沉下去了 这么沉重 我们看下一张 西门彼得看见 就俯伏在耶稣西前说 主啊 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仿佛表面上 彼得是因为看到这么多 耶稣啊 你真的是美好的提款机 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他在这里 他发现了 耶稣所做的 超乎他的所求所想 耶稣远远远超出他的认知 他是这一位独一的真神 他是为帮助我们 拯救我们到底的神 你的未来 交在他的手中 会超乎你所求所想 完全不是你的想象力 能够想象的 他和一些同战人 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 亲爱的友姐妹 你知道上帝要给你的生命 是超出你 你会惊讶的 连你自己都会惊讶 原来我的生命是这样 不要限制上帝的作为 不要限制上帝的作为 上帝要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 都做那奇妙的 扩张境界的事情 亚伯拉罕离开 乌尔的时候 他到了哈兰 再到了迦南地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走的是弯路 你知道吗 他不是走直线 他为什么走弯路 因为走弯路 才有水喝 所以他必须要有水 他继续接下来走的路 那都没有水喝 而且满路上都是 强盗 当上帝跟他说 离开你的本地 本族富家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就是冒险之旅 上帝在告诉你一件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的生命就是一场冒险之旅 你愿意跟着我走吗 你愿意跟着我走 我就是你真正的安全感的基础 没有我 你生命当中 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感 没有真正的平安 彼得现在才知道 原来耶稣 掌管他生命中所有的一切 他求了一辈子 从来没有这样子 往于一次往这么多的 但是耶稣轻易的 就让他生命当中 看到生命中的丰盛 可以到什么程度 大家都惊讶 上帝要给你更多的惊讶 他给你更多的惊讶 超乎你所求所想 我们看下一张 他的伙伴 西比特的儿子 雅各 约翰 彼得雅各 约翰 这三个人 常常在一起 也是这样 耶稣就对西门说 不要怕 从今以后 你要得人 耶稣告诉他们 不要怕 不要怕什么 不要怕没饭吃 现在看起来他一点都不怕 这么多鱼 可以卖好多钱 可能这个月都不用工作了 但是耶稣说 离开这些 离开这些 不要怕 不用害怕 生命中有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得人 先得着你自己 让你自己被耶稣基督得着 让你自己被耶稣基督改变 然后你去开始得着身边的人 要开始得人 我们知道在马可 在马太 他们都写 你要得人如得鱼 耶稣用这一个鲜明的意象 看到两船的鱼没有 满出来的鱼没有 你们未来要得人如得鱼 耶稣只讲这件事情 亲爱弟兄姐妹 耶稣讲说跟随我 接着去讲下一句 就说得人 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 你只有两件事情 就是跟随耶稣 然后你生命中满了祝福 然后开始去得人 不是要你满了祝福 买好车 买好车当然很美好 能够买豪宅很美好 神要让你生命中充满了恩典 但是神说 最重要的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得人 得着神 得着人 因为耶稣看重人的生命 所以你要跟神祷告 神啊我愿意 你使用我 我愿意 我要去得人如得鱼 神啊 你让我能够去接触到 那些生命中有需要的 亲爱弟兄姐妹 除了这个教会的门 很多人生命中都有需要 你以为你身边的这个同事 每一天过得很好吗 我告诉你 他们都装得很好 真的 很多人都装得很好 但实际上他们很孤单 他们真的很孤单 他们很无助 他们的老公不爱他 他们的家人关系很糟 他们明天其实可能就已经 搅不住贷款来 他们自己内心里面有病 可是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很多人都是这样 很多人是灵里面有病 要得人 出去得人 因为这些人的生命 也要被神得着 他们的生命也要开始改变 他们的生命也要开始蒙福 他们把两艘船拢了岸 就撇下所有的 跟从了耶稣 亲爱弟兄姐妹 多大的勇气 他认识这位神 他看到他知道这位是真神 他就说我跟随你 什么都不要了 那两艘船 余料余货量 不要了送人 这是何等的勇气 我刚信主的时候 我们招牧师呼召我说 来全职服侍他 我不敢 我说我每个月 贷款都缴不出来 牧师跟我说 你最不用担心的就是钱 我说牧师那是你 我说你有个会赚钱的老婆 我们师母很会赚钱 不知道 我不是讲你们的师母 我是讲那个母会 那个心电行道会的师母 我们会赚钱 上帝很恩爱他 他就有赚钱的恩赐 房子一栋 接着一栋买 我说牧师 我没有办法 我要老婆孩子要养 孩子刚刚出生 才一岁 牧师跟我讲了四次 你最不用担心的就是钱 我后来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上帝才是你要担心的 上帝才是你要跟随的 上帝才是你真正的安全感 上帝才是你的保护者 撇下所有的来跟随耶稣 当我的信心越来越大的时候 我就越来越真的愿意 一直跟随耶稣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 即使是这样 他们真的跟随耶稣 每天跟在耶稣身边 他们没有钱 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 他们说我们什么也没有 他说五饼二鱼 是跟小朋友牧来的 牧款一个小朋友 牧了五饼二鱼给他们 他就掰开 然后大家都吃饱了 在耶稣这里 有你生命中所需用的一切 都在耶稣这里 你不用害怕 我们往下看 这里是格尼撒勒 也是所谓的加利利海 格尼撒勒其实是一个城市 他们也用这个城市的名字来命名 这个时候 耶稣大概都在整个 加利利海的西北角 在活动 从加百农到格尼撒勒 在这个附近移动 然后在这个地方讲道 我们往下看 这个是我上次也有讲过 在马加丹地区 也就是摩大拉的玛利亚 他生活的地方 在这里发现了一栋建筑物 建筑物的上面 这是第一世纪的建筑物 就是耶稣活动的那个时代 然后再看到墙上有一幅画 是马赛克拼贴图 然后把这幅画上面的船 用描摹出来 就会发现 那个时候耶稣 跟着他的门徒 他们在海上 大致上就是这个样 双帆的 大概是七到十公尺 三个桨的 这样子的 这个比特亚跟约翰 他们捕鱼的时候 坐的大概就是像这样子的船 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个是水深之处 耶稣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那个背景那个地方 很可能就是耶稣 他刚刚讲到的地方 那个山边 这个如果你去那个 这真的是加利利海 这是加利利海 这不是我随便找一张图 这个是我拍的 真阳情色 有没有看到那几个字 没有 我随便来讲 那真的是我拍的 我们那时候就在加利利海上 看到一艘船过来 就觉得很有感觉 水深之处没有鱼 鱼都在水浅之处 不会大白天出来捕鱼 耶稣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我们往下看 打鱼的人却离开船 洗网去了 耶稣来了 可是有人忙着事业 忙着赚钱 忙着很多烦恼的事情 亲爱弟兄姐妹 今天既然你来到我们的当中 专心在耶稣的身上 也许有人你还没有 接受耶稣基督 把握机会 那些人涌集在耶稣基督的面前 他们知道什么是好的东西 他们知道在耶稣这里有盼望 他们知道在耶稣这里 会让他们病得医治 在耶稣这里 他们需要会得到满足 我们往下看 所以这些人争取把握机会 他们知道在耶稣这里有盼望 有医治 有改变 我常常问别人说 你给你自己生命打几分 在你还没有信主之前 你给你自己生命打几分 我后来发现 大家打的分数都不高 如果满分是100分 大家其实都很低分 大家都对自己很不满意 可是在那边一直惊 不知道在惊什么 当我告诉你有一位真神 他要拉你一把 他要帮助你 他要让你生命充满了趣味 充满了冒险 充满了恩典 充满了奇妙的事情 他们还是不愿意 他们还是惊在那里 不知道在惊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要先告诉自己说 我需要帮助 你才能够把你的心打开 让耶稣基督可以进来 医治你里面的伤害 医治你里面的苦毒 医治你里面的孤单 你需要安慰 你需要神的爱 我以前来到教会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知道你们都不是 你们都是很健康的 你们都是很完美的 你们都是Holy Holy的 才怪 我们看下一张 要听神的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的道 聚聚带着能力 祂真的能够改变我们 耶稣带着神的道 就是福音 使人得救赎 贫穷的要得着富足 耶稣讲的第一个 就是贫穷的人 要得着富足 亲爱的弟兄姐妹 贫穷的人 耶稣讲的是 灵里面贫穷的人 多少人 灵里面都是贫穷的 那些有钱人 他们害怕 怕得要命 怕得要死 那些有钱人 突然得了癌症 更悲哀 因为他有那么多钱 他都用不了 他只想用钱 来换他的生命 那些有钱人 很孤单 没有朋友 每个人接近他 都会觉得 是要来跟他的生命 得着什么东西 我最好的弟兄 以前我最好的弟兄 每次都找我吃饭 我很高兴 可是有一天 我再受不了了 我问他说 你为什么老找我吃饭 我不敢问他 我打电话问他老婆 他是个大老板 他老婆说 杨琪你不知道吗 他没有朋友 我说搞了半年 原来是他没朋友 所以才找我 他说杨琪 因为他认识你的时候 是他快要破产的时候 你还愿意跟他做朋友 我不是愿意跟他做朋友 是你们张振华牧师 叫我跟他做朋友的 他说他需要陪伴 杨琪你陪伴他吧 我就一直陪伴他 感谢赞美主 有钱人很孤单 他真的后来跟我讲说 他真的很怕别人来接近他 只是为了他的钱 只是为了要赚他的钱 感谢主 我这个弟兄后来也被释放了 他现在交很多朋友 哈利路亚 得改变 要认了蒙福 亲爱的弟兄姐妹 把握机会 每一天早上 要读经 要祷告 来亲近他 在他的话语当中 充满了美好 充满了美好的恩典跟祝福 而且要把这个祝福带出去 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 你要来把握机会 在耶稣这里 真的是 充满了恩典 祝福 平安喜乐 更重要的是 你会得到神自己 神就会成为你 真正的满足的根源 我们往下看 这个是 我就说 我有个习惯 因为我觉得这位上帝 这么美好 所以我就到处都很喜欢传福音 这张照片 是我在2015年的7月30号 我们在武汉天河机场 然后就认识了这一对夫妻叫王正 我说 这个人真的是很讨厌 他姓王还叫自称为正 但是真的他的名字 我不是乱写的 这位弟兄 然后我坐在那边等飞机 我在后机室 他就在我旁边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然后我就看 这个人这样子走来走去 这个一定有问题 所以后来他又走过来 我就看着他 然后他就 请问您姓曾吗 他一讲话 那个口音我就知道 他不是台湾人 我说是啊 是啊 他说我太太说他认识你 他说可不可以拍张照片 所以我就拍了一张照片 他太太是台湾人 他说在电视上看过我 我说好好好 在电视上看过我 感谢赞美主 然后就聊了一下 我就问他 你们怎么会来武汉 他说呢 他太太说他们结婚了以后 他们是在法国认识的 他们两个都是留学法国 在法国认识呢 然后这个回国 现在准备要回台湾 然后他们在武汉住一个月 是因为这个先生的爸爸 是在武汉开工厂的 所以他们过来探望爸爸妈妈了 然后就要回台湾 来定居找工作 我说哦 这样 然后他们就问他 那曾老师那你呢 我就想说 你们两个刺头罗网 我要传福音给你们 我就说我啊 我来这边上上课 然后我也在教会服事 这样子 我在教会讲道 讲一大堆 我想说他们一定会说 那教会那怎样 然后我就可以开始传福音 结果他们说 曾老师 原来你也是基督徒 我们两个也是基督徒 他们两个在法国信主 然后在法国那个 那个法国人的教会聚会 然后他们说回台湾 我本来想说回台湾 找这个江主岁行道会 当然不可能的 我一定找我们自己的 新电行道会 怎么会找到这里来 结果他们也没找到 新电行道 找到基督之家去 这个人乱七八糟 感谢再培主 然后我们就聊得很愉快 然后后来拍了这张照片 我就说你们两个结婚多久 他说我们结婚三年多了 我说哦 那你们有没有小孩 他说我们很想要小孩 可是我太太 她现在生病了 她说她子宫肌线瘤 而且是一个非常大的肌线瘤 大概占了子宫的三分之二 然后她太太一直在雪崩状态 她当时她脸色非常惨白 非常惨白 这张还稍微好一些 她的嘴唇都是惨白的 医生说应该是要把她子宫切除 可能还可以留一点 但是应该是不能再怀孕 我说不要听医生讲的 医生老是宣告坏消息 如果你老是听医生的 你就不要活了 当然医生他做这样诊断 是对的没有错 他说每一天他太太都很难过 就是他都会头晕目眩 因为他大量的一直在流血 一直在流血 然后就很不方便 就是每一天那个地方都在困扰你 我就说我们来祷告吧 我说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 他要赏赐给谁就赏赐给谁 我们来祷告 我就祷告 祷告 祷告完了 我们的感谢主就结束了 然后就回台湾 然后看下一张 2017年12月7号 那一天一大早 我在上课的时候 这位王正就又来宣告圣旨 郑老师 你今天有空吗 我说我没空 我很忙 去年12月 我一整个月都在布道 我说真的很忙 他说这样子 你哪一天有空 我们喝下午茶 我说真的没空 他说明天后天 我说都没空 我说唯一有空的 如果你愿意的话 今天晚上刚好星期四 我们教会星期四祷告会 我说今天晚上有空 你要不要来 我只能跟你约祷告会了 他说好 我过来 一下车 我们就拍了这张照片 他就说 郑老师 郑老师 你看 我说好可爱 这小朋友 郑老师 你看 对啊 好可爱 郑老师 你忘了 对不对 我真的完全忘了 我们那时候为她的孩子 我根本忘了姐妹 是什么病的 我完全忘记她有病 她就把那一天 我们在武汉机场 我们在那个地方的聊天 跟祷告 就再重新讲一遍 我再记一下 哎呀呀 对呀 拍一张 这个小宝贝 真的好可爱 因为她一直对我笑 她说 这个小宝贝 她抱去公司的时候 每个人谁抱谁哭 不是谁哭 她这个孩子都哭 这个孩子就一直哭 她不喜欢她的公司 可是呢 她到教会就一直笑 然后一直看着我 我一直逗她 好高兴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神这里有盼望 医生告诉她 没有盼望了 但是在神这里有盼望 你知道她的子宫 真的切掉三分之二 只剩一点点 但是一样怀孕了 而且还 这个小朋友是逐月 三千两百公克出生 哇 那么小的一个 你知道子宫出这么大 她剩一点点 哇 成这么大 哇 像吹气球一样 我们看下一张 哇 感谢主啊 我跟我太太 现在在信主之前 已经快要离婚了 真的已经快要离婚了 我们两个关系 非常的冰冷 我就说我们家 像冰库一样 我能不回家 就尽量不回家 然后呢 可是我那时候 已经在 我做性别研究 我们已经在上节目了 每天都跟那些 所谓的那种两性专家 渝美人有的没的 我记得有一天 我上节目回家 她在看电视 然后我一进去 我就看到我自己在讲话 看到自己在讲话很怪 你知道吗 然后我继续看到 然后我就在一边看一边笑 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讲 都在太风趣了 然后我太太 她就回过头来看我 她说你讲的是什么东西 你讲的你自己又做不到 好惨啊 我就跟她讲说 这是演艺生意 这是show business 你搞不懂啊 这是赚钱啊 你别啰嗦啊 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 每天就是争执 要不然就是冷战 结果呢 感谢赞美主 我们信主了 其实我信主 当时我还 突然信主以后 我才发现 基督徒不流行离婚啊 然后呢 我那时候有一次 我还祷告说 主啊 早知道就先离婚 再信主 还可以在教会里面 找一个漂亮的辣妹 你就知道 邪恶的人到哪里都很邪恶 可是已经信主了 没办法 而且我们的教会的 师母就开始讲说 杨琴啊 你以前在做那些 乱七八糟的东西 现在啊 我们重新来服侍神 你重新要接受 这个两性的教导 要从圣经做出发点 很痛苦的过程 其实跟我太太 恢复过程当中 不断地被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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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上帝的爱一交惯 我就能够跟我太太 很好的相处 没有 我们两个还是老我 但是上帝不断地调整我们 不断地调整我们 我们刚刚唱那个 充满了怜悯 后来上帝让我看到 我姐妹生命当中的问题 她的原生家庭 带来的问题 她也对我充满了怜悯 怜悯是什么 怜悯就是你知道 这个人的软弱 你接纳她 然后你陪伴她 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神 她都知道 你生命当中的软弱 知道你的不足 知道你的恐惧害怕 神说不要怕 有我在 祂继续陪伴你 祂真的是充满了怜悯的神 我们两个是这样子 重新来过 耶稣把我们两个当中 做了很大的释放 所以后来我们可以 去帮助别人 这个都是我们 在不同的营会 不同的营会的照片 我们去做夫妻营 做家庭营 你看现在多相爱 你抱一个 亲一个 好肉麻 我到哪里去做夫妻 我都叫他们一定要肉麻 我说这个要建立新的教会文化 就是肉麻的夫妻文化 来来来 这边有夫妻坐在一起了 亲一个 过去说 老婆我爱你 老公我爱你 赶快 除非 我们都没有 你们教会 没有没有 这两个是不是 亲一个 亲一个 赶快 站起来 表现给大家看 弟兄 亲下去 快点 哇 漂亮啊 就算这样 感谢赞美耶稣 来我们看下一张 不是这样 平常都要这样 吃饭做谢饭 祷告 老婆亲一个 有一只船是西门的 耶稣就上去 耶稣也想上你那艘船 他说孩子 我可以上你的船吗 你欢迎我吗 亲爱弟兄姐妹 耶稣上了你的船 就开始奇妙的旅程 你会发现 你以前你办不到的事情 现在你可以办得到 以前你害怕的事情 因着耶稣的恩典 每一次都给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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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紧的跟随他 我们往下看 讲完了 耶稣就对西门说 把船开到水深处 下网打鱼 我刚刚讲的这两句话 通通都是违反 彼得的专业 有些时候上帝 会违反你的专业 他会给你一些感动 要你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然后你的恩典 就大大的得着祝福 听得到 付出行动 这就是信心 这是看得见的信心 你相信上帝 这是看不见的信心 但是要让那信心看得到 加上行动 耶稣要彼得相信 耶稣要我们每一个人 相信他 相信他是造你的主 爱你的主 拯救你到底的主 直到你见他面的那一天 他都陪伴你 他不会离开你 他不像人 我相信在这个房间里面 很多人都离过婚 很多人都被背叛过 很多人被你霸凌过 你开始不相信身边的人 但是上帝说 No 你可以相信我 永远可以相信我 因为你是我的孩子 我爱你 我们往下看 西门说 夫子我们整夜劳力 并没有打造什么 彼得被他自己的经验 被他的人脉 被他的能力限制住了 所以他仅仅能够看到 晚上在水浅的地方打鱼 他不知道在耶稣 可以在白天 在水深之处 耶稣都可以在路上打鱼 如果耶稣要的话 耶稣突破我们的知识 跟我们的舒适圈 耶稣是做新事的神 所以耶稣也要你做新事 耶稣要借着你 去做新的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有些时候 神会给你一些感动 以前你不敢为 别人祷告的 上帝说去为人祷告 然后你会一次又一次经历 一次又一次经历 上帝奇妙的作为 然后你生命当中就开始有故事 你生命当中就开始 有多少人以前 你知道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 我真的口袋里面 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就看到要十一奉献 我每一次十一奉献 你知道我真的是没有信心 我都等到 神说出手的果子给他 我都等到月底 那个果子都快烂掉了 才十一奉献 然后我假设 如果说赚三万 我们应该十一奉献 至少要三千块 然后剩下不到三千块 下个月初赶快再补 那个不够的 再补一点上去 我就是这么没有信心 但是神都怜悯 神都怜悯 一路带领我走过来 一路带领我走过来 在好多次上帝有那个很大的 这个在金钱上面的祝福 他不断不断地做新事 不断不断地做新事 我现在很多时间我都在布道 很多时间我都在宣教 其实我自己赚的钱不够我自己用 但是上帝就借着奇妙的方式 我记得我第一次出国出去服事 我那时候连房贷都缴不出来 但是有一个弟兄说 你到我们来这个地方来服事吧 我祷告了 神还不只要我去 要我们全家都去 你知道这真的是很为难 要买飞机票 我没有钱 我真的是没有钱 后来去上了一个节目 去演讲 他们给我一万五千块 可以买我自己的一张机票 多一点点钱而已 那我说他全家去 还有老婆孩子 那怎么办 但是上帝是新事的神 我就去订机票了 带着行动 心里面有感动就去做 是上帝喜悦就去做了 就去做了 感谢主 就在弟兄要我开票 我是请弟兄帮我订票的 弟兄要我开票 我说上帝还没送钱来 他说阳琴你在说什么 我说上帝还没送钱来 没有钱 他说没有钱你还订机票 我说对 因为上帝要我去宣教 他说你不要闹了 我说我没有闹 你继续等吧 下个礼拜二要飞 我这个礼拜二他要开票 我跟他讲说没有钱 他说我可以再等你几天 我说你一定要等我 你不等我上帝会责罚你 到星期五我还是没有钱 他说不好意思打电话给我 结果那一天 因为我那时候 就是要到各个小组去 去看看他们的小组 就去其中一个小组 他们帮我停车位 我一直联络 你要帮我找停车位 结果手机就没有关 就在聚会当中 电话来了 电话来了呢 他们说 曾老师明天你有空吗 我不认识他 这个人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 完全没有接过他电话 他说我是一家 建设公司的老板的特助 我们老板突然想到你 说明天你可不可以来 我们有一个建案要推出 我还去搞过建案 你知道吗 我们有一个建案要推出 你可不可以来我们的记者会上面 帮我们讲五分钟话 我说OK啊 你知道我想到这个我就想到钱 我什么都没想到 我就想到money飘过来 我说耶稣你送钱来了 我知道了 那你知道参加记者会 没有什么钱的啦 你就去参加而已啊 半个小时你能拿多少 而且只要你讲五分钟话 他说你只要跟讲 婚姻家庭幸福有关就可以了 我说上帝啊 那等一下怎么办呢 等一下不知道他会不会问我说 那个车马费 他没有问我就说 那你们车马费怎么算 他说老师你觉得多少比较合适 我就想说 因为我太太跟小孩的机票 需要两万五啊 我就说那就两万五吧 因为通常我们去 大概就五千块 一万块就很不错了 我就说那你两万五好了 我想说给他开个价码 让他杀价 然后再去哪里 再去募一点钱就够了 这就是人的想法 我的经验 我的人脉 我的限制 结果他就说 OK 我去问一下我们老板 郑老师你不要挂 立刻等 30秒不到他就回来 郑老师我们老板说 给你三万五好不好 我说什么 我想说给我三千五 我听错了 爱强爱到一个程度 三千五听错三万五 我真的不骗你 我以为我听错了 我说三千五吗 我说不是 郑老师 是三万五可以吗 我说当然可以 感谢赞美耶稣 哈利路亚 讲五分钟话 给你三万五 这就是上帝要送钱给你 我再也没有遇到过 他们这个人 但是我每次经过 我每次经过 他们那个建案的时候 在贴母 我每次经过的时候 我就想起这件事情 我每次想起这件事情 一个高级的住宅区 感谢赞美主 神是做新事的神 后来我要出去宣教 如果需要上帝 来一点宣教款的时候 上帝就再也不用这个方式了 我们往下看 他是做新事的神 但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往 上帝你是做新事 也许下一次 上帝要他下往 就不是这个方式 你要对上帝的话 要有顺服的信心跟勇气 要有顺服的信心跟勇气 我感谢主 我读过圣经 圣经说 我在街里面 你们来看我的时候 我就知道 耶稣对监狱里面那些人 他特别的关心 所以后来当我信主了以后 当别人说 杨琴啊 要不要跟我去监狱服侍的时候 我小小的考虑了一下 就去了 一直到现在 我都还有机会到监狱去服侍 我每次在监狱里面 我跟那些人讲的时候 我就说 耶稣特别爱你们 因为耶稣说 他也在监狱里面 你们来看我 我们代表耶稣来看各位 耶稣说 他再给各位一次机会 他愿意带领你走一条新的道路 就是每一次这个顺服的信心 让我在信主之后 连续六年 每个礼拜都进监狱 每个礼拜都进去 其实非常的辛苦 我那时候 家里面需用的一切 都还不是很够 我每个礼拜六还要进去 那礼拜六是我 常常录影的节目 就在礼拜六 但是我还是进去 那里面的属灵空气很糟 很冷 像冷洞库 还是进去 后来我发现 每个礼拜六是我的噩梦 希望你的服饰 不要成为你的噩梦 但是你的噩梦 会变成美梦 上帝就是这样扩张我的境界 你想一个刚刚信主的人 他每个礼拜六都要进去讲道 有可能吗 我告诉你没有可能 一点都没有可能 我是每次都硬掰 我的见证都不知道讲几百次了 我能有多少见证 但是上帝就看到你愿意做 上帝永远在找愿意的人 他都不再找那真正有恩赐的人 厉害的人 他都不是找这种人 他只找那些愿意的人 那越有恩赐的人 愿不愿意出来服事 他们要去外面得着名声 得着金钱 但是上帝说你愿意服事 你就积财宝在天 我要帮助你扩张境界 我要帮助你扩张 所以我现在在监狱里面 我可以全场用台语步道 你知道吗 你们教会 除了是长老教会出来的以外 大概很少人能够这样子 而且能够用 长老教会还闻粥粥的 我那个人还有气靠 我跟你说 你们这些 你们知道你家人是怎么看你 你扩张自己 我跟你说 我就这样讲他们 我都发生会发生监狱暴动 感谢一张 上帝会扩张你的境界 会给你恩高 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网 现在听众姐妹 这是彼得的事业 彼得已经累得跟狗一样了 昨天晚上什么也没讲 火气很大的 你一晚不睡觉看看 早上还听完讲道 还没睡着 然后耶稣说 继续工作 下网打鱼 彼得就下网打鱼 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网 这就是最 最后的信心 你也可以说 这是最单纯的信心 有些时候我们看了 真的很多事情都没救了 但是 就是那最后的信心 我们就继续祷告 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网 有些时候上帝会给你 心里面的感动 打电话给那个人 去为那个人祷告 去做那笔奉献 去干什么 去干什么 传福音给那个人 跟他分享见证 坐在你旁边 你是那种 很内向的人 有一天你坐上捷运 上帝说 跟旁边的人传讲福音 亲爱的 你会怎么做 你说我听错了 上帝要扩张你境界 就在这个时候 你平常都不做的事情 上帝说 就是这个时候 做做看 你就扩张境界 你好 我是真阳晴 谁理你啊 不会的啦 如果上帝要你 做这件事情 就是这个人生命有需要 常常我们在自己里面 筑起了一道墙 我们越不过去 但是上帝要借着 每一次 每一次的事情 要增加你的信心 我的职场转换道路 就是有一天 我真的没有想要当老师 但是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念博士 念完了 也没有要去学校 突然有一天 我正在读经祷告 就有一个意念进来说 你为什么不去学校教书 因为我不想啊 因为我讨厌老师啊 所以你不要讨厌谁 太讨厌谁 以后你就会变成那个人 结果我现在变老师 你看看 真的是 然后我就想说 我怎么会有这个感动 就很奇妙 那也许上帝要我去教书 如果你不想做 上帝要你去做 你就去做 因为那一定是对你最好的 所以我就跟上帝讲说 好 如果真的是要 你要我去做 我就把东西准备好 带着行动 看到没有 这个信心带着行动 然后我就跟上帝祷告 我说上帝啊 最好不要是我自己 胡思乱想 如果真的是 你要我去教书 那么 第一个印证就是 不要太远 新竹以北 因为在北部 我可以来回 我不要太远 我要去住在学校 因为我知道我是什么人 我是经不起试探的人 我只要住在外面 我一定会乱搞 你们都不相信我 这个我对自己很有把握 我一定会乱搞 所以我说上帝啊 救我们脱离试探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我去教书 在新竹以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让学校来找我 我不要去找学校 因为我那时候刚拿到博士 我也没做什么研究 所以学校绝对不肯来找一个 新科博士 那新科博士到处都是 他一定会去找那个什么院士 什么那个全世界很厉害的得奖的人 然后才会去邀请他来教书 所以我给了上帝 两个不可能 跟彼得一样 把船开到水深处 结果呢 感谢主 我那时候常常要去新加坡 录节目 每次都是一点钟的飞机 我那天出门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我太太要我看飞机 看变成两点钟 结果呢 打电话去问才知道说 原来已经改成两点了 所以已经行李都拖到门口了 那怎么办呢 那跟我太太说 那去吃个东西再去机场吧 所以就去吃东西 正要去吃东西的时候 车子开出去不到十分钟 接到电话 电话就是说 曾老师 这里是中原大学 你有没有兴趣来中原大学教书 我的电脑马上告诉我 中原大学在中立 新竹以北 你自己打电话来的 字头罗网 感谢赞美主 两个都符合了 然后我就说 好啊 OK 什么时间 以前要把资料送到 他说今天下午五点以前 我说五点以前不可能啊 我已经在新加坡了 他说如果不可能 那就不用来了 所以呢我就说OK 没有问题 我就回去了 我就准备东西 你知道上帝多么奇妙 他就告诉他们航空公司说 把飞机晚一个小时开 没有啦 是他们公司就说 我相信这是上帝要他们做的 要不然我就来不及了 因为我太太不知道 我的资料放哪里 我回去了 就把资料已经准备好 我都已经包好了 很奇怪 然后我就说送到中原大学去 我太太是路痴啊 我就赶快download一张地图 告诉他怎么从机场 等一下他送我去机场以后 他怎么从机场到中原 我为他祝福祷告 恩高啊 真的 不骗你啊 我真的为他祷告 哇 稀里糊里我到了机场 那时候手机只有我在用 他都没有在用 到了机场 我就一直祷告 一直祷告 一直祷告 然后上了飞机 一下飞机 我知道他应该回到家了 如果还没回到家 那就惨了 我就打电话去家里面 他说已经送到了啦 你不是为我祷告了吗 然后还画了地图给我吗 送到了没有问题啦 你为什么没有为我回来祷告啊 害我一直往南开 是真的 他说他一直看到看苗栗 我说苗栗好像离我们家很远 赶快下交流道 然后再回头 哎呦呀 感谢赞美主啊 回来以后 就接到电话叫我去面试 我就去面试 然后就试交 我觉得我交得很棒啊 我觉得这上帝 完全都符合你的旨意啊 一定就是我的吧 他们就叫我等消息 等到六月初 就叫我去办入学手续 我就去办了很多手续 他们就说 八月一号开始续新 九月中才开学 所以我可以干领一个半月的薪水 不用钱啦 感谢赞美主啊 我一直觉得 这个是顺理成章啊 多么美好的 上帝帮助我 我跟各位讲 过了四年 开始我要去面试新的老师 我们那个主任坐到我旁边 说诶 郑老师 你怎么从来没有怀疑过 你是怎么到学校来的 我说这还要怀疑吗 像我这么优秀的人 你不用我要用谁啊 他们说像你这么不要脸的人 还真不多 他说那一次有十九个人来应征 你是第十八名 我第十八名 我这么优秀还第十八名 他说你什么东西都没有 你只有一本博士论文 然后你在教什么 我们都听不懂 我说那怎么回事我 他说就是奇妙的地方 他说他们要投票 所有的老师要投票 投票之前呢 他就问了一下 有没有老师还有什么 最后的意见 有个老师就举手 他就说 我们要找一个老师 这个老师呢 是很会做研究 然后呢 他不太会教书 一上课大家都睡早一片 还是要找一个老师 还能启发学生 激励学生 告诉学生 未来的道路怎么走的 我报告完毕了 他就坐下来 一投票 全部的人 他说全数都投你第一名 翻盘十八名 变第一名 这就是上帝奇妙的 作为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给你感动 你只要祷告了 这不违反上帝的 圣经的教导 你就大胆的去做吧 就大胆的去做吧 我们往下看 圈住许多鱼 往显些裂开 我后来发现 我带到学校 我就圈住了许多鱼 往显些裂开 帮助了很多学生 认识耶稣 耶稣满足你生命中的需要 祂也会满足你属灵生命的需要 祂会让你生命极其丰盛 往下看 你装满了两只船 甚至船要沉下去 当你遇见神 你会满足到一个程度 好像满出来了 你所需用的一切 好像都要满出来了 你生命当中 那最深处的满足 那最深处的 本来的空虚 都要满出来了 这就是耶稣 当你发现 你与耶稣相遇的时候 你的生命就真的满足了 往下看 外在的东西 都没有真的办法满足你 亲爱的 你吃一个buffet 能够真的满足你吗 你吃到最后好难过 好脏 对不对 而且要去健身房 运动三天 才能够补回来 没有什么东西 能够真的满足你 真的 慢慢你会发现 只有这位神 你在敬拜当中 你与祂相遇 你在祷告当中 你与祂相遇 你在冥想 你在读经当中 与祂相遇 然后你就真的满足了 因为祂完全地了解你 因为祂蛮有怜悯 蛮有慈爱 耶稣基督徒 我们的基督徒 只跟独一的真神下拜 彼得 伏伏在耶稣的面前 只有基督 为你上十字架 没有什么人 为你上十字架 所以我们只跟真神下拜 现在弟兄姐妹 很多人以为成功能够救你自己 金钱能救你 名誉能救你 权力能够救你 这些通通都不能够救你 只有这位神 我们往下看 主啊 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当在真神面前 你就看到自己生命当中的问题 彼得在问耶稣说 我整夜劳力 并没有打着什么的时候 他脑袋瓜里面 一定在想说 耶稣 你真外行 耶稣 我这么专业 都没办法做到了 你这位木匠 怎么会叫我在大白天 把船开到水深处呢 彼得质疑耶稣 一点点的质疑 他都相信 他都发现 他自己是个罪人 罪人是什么 罪人就是 活在罪恶当中的 活在没有神同在当中的人 罪人就是与神隔离的人 什么事情都以自我为中心 那个就是罪人 我不断地在伤害人 也被人家伤害 当你遇见耶稣 你就会认罪悔改 我感谢主啊 我真的认罪悔改 就是跟一个弟兄一起在祷告 他很平常的祷告 我就泪流满面 他甚至没有为我 认罪悔改祷告 但是那天我就遇见上帝 我一直流泪 我哭了十几分钟 那个弟兄已经没耐性了 他就拿了一盒面子 跟我说 你好好祷告 他就走了 我继续流泪 我什么也没祷告 我一直在问一句 我为什么哭 然后神让我看到 我生命中间 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就认罪祷告 很奇妙 那个弟兄走了以后 我就看到我生命中 乱七八糟的事情 圣灵触摸我 很深的触摸我 一直哭 一直哭 然后跟神说 我错了 很奇怪 那天到最后 只剩我一个人在那个房间里 我就一直说 我错了 我错了 我觉得有那个神的光与我同在 我一直是闭着眼睛的 最后我告诉我自己说 好像上帝在这里 那时候我信主才几个月而已 我根本不知道会发生这个事情 但是感谢主 当你的心向着圣灵 向着耶稣的时候 让神的灵接近我们 让我们在认罪悔改当中 重新领受祂那美好的作为 我往下看 一些同在的人都惊讶 这一网所打的雨 因着耶稣 生命得到丰盛跟恩典 你身边的人会看到 你生命的改变 他会惊讶 以前你总是这么悲观 现在你为什么这么喜乐 你对一切事情都充满了盼望 因为你知道耶稣会帮助我 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你都能够平静安稳 因为耶稣说 我所斥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 其实你得了癌症 你都可以出人意外的平安 你生命真的是很安稳 你不再因为外面的风浪 然后有任何的震动 其实最大的风浪是里面的风浪 可兰经里面说 有最大的外面的征战不是风浪 里面的征战才是大征战 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别人 一跟别人比较 我们里面就波涛起伏 一跟别人比较 你心里面就满了不舒服 一增进你就不舒服 充满了嫉妒的苦水 耶稣说 你只要跟我建立关系就好了 不要跟别人比较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连属灵生活都不要跟别人比较 你跟耶稣自己建立关系 我们往下看 从今以后你要得人 耶稣为什么要说不要怕 不要我们怕什么 他告诉彼得说 你要吃鱼 你要卖鱼 我就给你这么多鱼 你怕什么 你所需用的一切 我通通都会供应你 往下看 我们的安全感到底建立在哪里 你的安全感会成为你的神 你知道吗 有些时候你的安全感是 银行的数字 有些时候你的安全感是 我要得着成功 我在事业上面要真正日上 我要得着爱情 我的爱情就能够让我满足 有些人说我要有名声 亲爱的我告诉你 这些通通都不会满足你 通通都不会满足你 而且你会不断的失望 不断的失望 不断的失望 耶稣这里才有真实的平安 才有真正的安全感 就是你真正能够 安身立命的地方 我们往下看 不要怕 从今以后你要得人 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这是马可福音里面的说法 马可福音记载这件事情 耶稣呼召他们说来跟从我 来跟着我 所以这是每一个基督徒 生命当中的第一个呼召 跟随耶稣 紧紧的跟随他 第二个耶稣说 你们要得人如得鱼 就像现在一样 用这个鲜明的意象 告诉他们 就是像现在一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耶稣在呼召彼得亚 跟约翰的时候 是讲了这两件事情 就是第一个 得着跟上帝的关系 第二个 不仅改变你自己 改变你身边的人 去宣教 耶稣讲这句话 就是宣教 就是出去传福音 就是让你身边的人 也能够得着祝福 像亚伯拉罕一样 万国要因你而蒙福 好像网要炸掉那么多 亲爱的姚姐妹 如果你真的跟随耶稣 你就会得人 我再讲一次 如果你真的跟随耶稣 你会不断不断的 想要去传福音 所以我们有什么 安得烈行动是不是 安得烈行动 是不是传福音的行动 是吗 好 感谢赞美主 我们往下看 耶稣显然认为 跟随他 跟得人都非常的重要 得人就是让人信主 宣教传福音 使人蒙福 为主得人 我们继续往下看 感谢主 前一阵子 我九月份的时候 本来是要去上海 去做研究 做完了研究以后 有个弟兄邀请我 去他们家住 第二天 那星期六晚上了 我们刚那个 行李刚拉进他们家 消息就走漏了 突然有个弟兄 苏州的弟兄负责人 就打电话来说 曾弟兄 听说你到上海了 我说是啊 你怎么不到我们苏州来 因为我说我没有计划 我本来就没有要去 他说你明天 主日有没有事 我说没事 没事可不可以来我们这边 帮忙我们来讲道 我心里面想说 那个里面那个弟兄 看我要做什么决定 我就说好 我去 因为我心里面有个呼召 要去得人如得语 我明天如果留在上海 我不过就是听一场 我去参加聚会 我去听一场讲道而已 但是我知道 我明天如果去苏州 我可能可以得一个灵魂 耶稣都愿意 渡过加利利海 只为了去释放一个 在坟墓里面的格拉森人 我就说我愿意过去 那时候已经晚上十点钟了 那个弟兄说 我来接你 他飙车 飙了一个小时来接我 然后再开车到苏州 第二天早上 我们讲完道很高兴 其中一个姐妹就偷偷摸摸地 跑到我身边来 曾老师 想不想按摩 我以为他要帮我按摩 我当然知道 他说我有开店 我们有按摩店 欢迎老师来 我帮你预备最棒的师傅 我说你真的是 知道我生病当中的需要 我很喜欢按摩 我就说OK 曾老师 但是星期二早上 我们星期二晚上去按摩 星期二早上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开一场特别聚会 我店里面的员工 可以来参加聚会 我让他们早上不用上班 就来聚会 我说好啊 他说我们有一半信主了 另外一半还没信主 他把两家店都找来 我说感谢咱们主 结果那一天早上 我还问他们说 那他们说 曾老师如果有人要受洗 可不可以受洗 我说好吧 我们就来受洗 因为他们那边没有传道人 所以每一次都是 我们派传道人过去 帮忙他们洗礼的 我说有多少人 他说有一个 感谢主啊 一个我们给他洗的 结果那一天呢 大家看到左边那张照片 我们聚晚会 然后我就呼召 有没有谁要信耶稣的 十七个人站起来 十四个人站起来 然后后来我问了 我说这十四个人之外 还有没有没信主 曾老师 全都信了 感谢赞美主 那感觉那个网 好像快要炸开了一样 然后后来我就问 有没有谁要 接受洗礼的 我们今天就来洗 我预期是有一个人要跪下来 结果七个人跪下来 就爬他就直接就跪下来 我说不想洗了 往后退 要洗的留在现场 结果他们就跪下来 感谢主 就七个人 哇 那感觉就像彼得一样 得人如得语啊 现在牛姐妹 你也要出去 得人如得语啊 好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再往下看 其实已经没时间了 好吧 最后就这句 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五节 我告诉你们 举目向田观看 庄稼已经熟了 可以收割了 耶稣这一段话 让我每一年跟主求 我可以收割一千个灵魂 现在牛姐妹 你每一年可以设定目标 我每一年年初 我就跟上帝求 给我一千个灵魂 我出去收割 我去年收割八百五十个 我说主啊 明年要一千个 每一年我都要一千个 如果到达一千个 我就会要两千个 我告诉你 我的心就永远都不满足 因为以后我们要去 天上见主的 求主给你灵魂 你要出去得着人 你要出去得着 你不能够说 主啊 我就是不会传福音 没有 每个人都可以传福音 每个人都有办法传福音 讲你生命的故事就好了 把它带到教会来就好了 引人来到耶稣的面前 因为好多人生命都有需要 我们来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来祷告 还是我们来唱四歌 我来唱刚刚那首四歌 好不好 我们站立在神的面前 我们来唱四歌 哈利路亚 我们从头来 主 你是我的一切 洗尽我嘴 赐我心生命 我愿全心跟随你 一生永不离开你 更深的难尝 我愿全心跟随你 我愿全心跟随你 一生永不离开你 我愿全心跟随你 主爱有多高 我愿全心跟随你 我愿全心跟随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会自己来祷告 也许你跟彼得一样 中夜打鱼 没有得着什么 也许现在在你的事业上面 你真的很有需要 也许你正在选择未来新的工作道路 但是好像看起来都没有任何的消息 也许你现在事业上正遭遇到很大的挑战 你跟长官跟同僚的关系一直都很不好 求主帮助我们 也许你现在家里面的经济正有很大的需要 跟我以前一样 求主帮助我们 耶稣是要你心里面所愿得以知足的上帝 耶稣是帮助我们拯救我们到底的上帝 把你的需要告诉祂 我们一起开口 我们同生我们来祷告 是的 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敬拜赞美你 恩来祝福我的弟兄姐妹 恩来祝福他们 耶稣我谢谢你敬拜赞美你 你在旷野可以开道路 沙漠可以开江湖 你可以为我弟兄姐妹开一条新的道路 是恩典祝福满满的道路 使他们可以再一次为主做荣耀见证的道路 谢谢你耶稣敬拜你主耶稣 你每一次都不让我们失望 你每一次都不让我们失望 谢谢你敬拜你 赞美你耶稣何的美好的事 爱我们拯救我们到底的神 丰盛的主 谢谢你耶稣 敬拜赞美你主耶稣 耶稣说来跟从我 祂要对每一个神的儿女 做这样的护照来跟从我 耶稣说让我上你的船吗 祂不仅对西门彼得说 祂也是在对现场的每一个人来说 我上你的船可以吗 我相信很多人 你已经邀请耶稣上你的船 你已经开始了一条冒险的生命之路 在海上的旅程充满了惊奇 也充满了冒险 充满了困难 充满了挑战 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 基督成为生命救主 我相信今天耶稣 站在你的船边说 我可以上你的船吗 让我来帮助你孩子 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 都是神所爱的 神不愿意一人沉沦 而是愿意万人得救 每一个都是神的儿女 所以祂好希望 你赶快回到神的家来 享受神的恩典 享受神的保护 享受神所赐下的恩典跟平安 如果你愿意 打开你的心 邀请耶稣进来 接受祂成为生命救主 你还没有做过决志祷告 你还没有受洗的人 今天我相信 你会来到我们当中 必然 有神奇妙的旨意在当中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数到三 你举一下手 我们要为你祝福祷告 一 二 三 感谢赞美耶稣 感谢赞美耶稣 我们来唱诗 我们来唱副歌 祝福祷告 主爱有多高 慈爱高过初天 怜悯有多深 神光无限量 恩典 恩典有多快 对了 到前面了 哈利路亚 还有 还有 还有好多人 鼓励你旁边的好朋友 他还没有接受的到前面了 他需要耶稣 你还能够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 就是耶稣而已 Amen 哈利路亚 Amen 还有 还有 这边有吗 看看你身边的人 他如果是新朋友 鼓励他到前面了 Amen 哈利路亚 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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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问你身边的朋友 什么无限量 哈利路亚 还有 还有 我知道还有 过问他 过问他 你更成为那个关键的人 你就正常主义 过问他 到前面来 接受耶稣经过成为他生命的救主 哈利路亚 我们再来唱 主爱有多高 还有没有 我们再来看你身边的 年龄有多深 什么无限量 福利他到前面来 他的身边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不要不一样 哈利路亚 在这边有吗 到前面来真的不用振扎 这是你生命当中可以做的最美好的决定 还有吗 Amen 哈利路亚 还有吗 年轻人 你需要耶稣的 Amen 哈利路亚 年轻人你需要耶稣 恩典有多快 怀不上我害 Amen 哈利路亚 我就知道还有 耶稣说还有 还有 Amen 哈利路亚 还有 还有 你需要耶稣 你要挣扎 你身边需要恩典 Amen 生命当中不用害怕 生命当中可以不用孤单 神要帮助我 哈利路亚 还有吗 后面有吗 后面 我愿全心跟随你 一生有不离开你 我们再一次 哈利路亚 有不离开耶稣 我们再一次 主爱有多高 主爱有多高 还有吗 这里还有吗 怜悯有多深 神光无限量 跟着他来唱 恩典有多宽 宽阔照护海洋 我愿全心跟随你 一生永不离开你 哈利路亚 还有人吗 阿们 我就知道还有哈利路亚 阿们 感谢主 还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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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耶稣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你们愿意在众人面前 承认耶稣基督可以成为你生命的救主 我要带你做一个祷告 把你的心打开 因为耶稣说我是住在你们中间 住在我们中间有两个解释 一个解释就是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第二个解释 他是住在众弟兄姐妹的当中 我来做这样的祷告 让耶稣陪伴你 耶稣为什么要住在你里面 因为祂知道你生命当中 好多的挑战 很多的伤害 很孤单 你没有自信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面对前面的道路 有耶稣不用害怕 我们来做这样的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陪着他们一起祷告好吗 亲爱的主耶稣 我打开我的心 接受你 成为生命的救主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 用你宝贵的血 有你宝贵的血 接近我的罪 让我在基督里面 成为新造的人 救世已过 都变成新的 谢谢耶稣 把我的未来交在你手上 我相信我会拥有丰盛的人生 两条船的丰盛的人生 带领我前面的道路 祝福我的工作 我的家庭 我生命中所有的一切 我愿意 紧紧跟随你 直到见你面的那一天 我也要成为 传福音的人 把你的祝福带出去 谢谢耶稣 孩子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大家一起说 把罪人让我掌声归给耶稣 Hallelujah 我们姐妹跟姐妹拥抱 弟兄跟弟兄拥抱好吗 来我们跟前面的弟兄拥抱 跟姐妹拥抱 欢迎她成为神的家的新的一员 感谢赞美主 Hallelujah 我再做最后一个叮咛 Yeah 我们在神的家里面 这是个神的大家庭 所以我们互相帮忙 互相祷告 更重要的是 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成为新造的人 我们要更多的来认识这位神 我们要被造就